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薄熙来按一审判决之后 中共是否会追查薄熙来之子薄瓜瓜 一直为外界所关注 而薄瓜瓜又会如何反应 外界也都有猜测 最近网络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 薄瓜瓜因为中共在起诉薄熙来的公诉书中 涉及到他而恼怒 因此爆出了中共竭力想掩盖的不安内幕 这张图片显示 微博账号at瓜瓜博2013发布贴文说 对某一气功团体和异议人士 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 不能让他的父母独自承担 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 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 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 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 公检法部门 军队 医院都在参与 只不过他俩开了头 博文还威胁说 要死 大家一起死 在此之前 另一名网友at博家族人也曾发布微博 曝光过相关的内幕 尽管目前这两条微博留言 还真假难辨 但是海外追查迫害 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的 大量证据已经证实 中共高层系统指挥控制 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在中国大量存在 中共军队 公检法 医院等系统 都大量参与 另据法新社报道 十一之前 一个巨大的红罐子 装着巨大的假花和假桃子 被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 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 这个花瓶的成本是57万元 比前两年的花坛费用 要高出8万元 消息传出 立刻招来大量网民的批评 有人质问 谁允许这样花费纳税人的钱 也有人指责说 这不是浪费是什么 那么多空着肚子 上不起学的呢 据报道 今年天安门广场摆花瓶 还是中共抓捷剑作风的一个例证 江苏常熟市意见人士 顾一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9月29日在常熟中院开庭审理 庭审进行了4个小时 顾一民在庭上否认了有关指控 顾一民今年6月1日被中共警方拘留 6月14日被正式逮捕 在抓捕之前 他在微博上张贴了中共镇压六四的图片 并向警方递交了游行申请 顾一民的律师刘卫国 在微博上转述了顾一民 在庭审中的最后陈述 顾一民表示 他一直认为他是个人 一个公民 一个纳税人 他有权监督政府 有权批评政府 他没有罪 刘卫国在微博上透露 庭审时法庭外警察监控严密 一些网友要求旁听被拒 部分围观网友被警察带走 而另外一些人则被控制在家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禁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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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